19年前,被誉为香港喜剧之王的周星驰,推出了一部和之前无厘头好像风格迥然不同的影片,《喜剧之王》。 这一部被刊作是周星驰,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影片,其间展现喜剧演员以天球的充满欢乐和悲伤的人生,触动了无数观众,尤其是里面这一句台词,更是被认为点出了生活、喜剧、悲剧的关系。 也许这是因为生活本是一出悲剧,拿来旁观却成为一出喜剧,只不过我们身在其中而浑然不觉,这似乎也一语道破了喜剧演员们工作本质,要把原本让我们哭得生活,用笑着的方式演出来。 这部,于今晚8点25分,在东方卫视和优惑回归的第四季《欢乐喜剧人》的舞台上,我们就看到了一群全中国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们,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名叫生活的,效忠带累的故事。 比如,有着春晚钉子护之春的小品演员孙涛,就用半人之身的妇女亲情,撕碎了生活中虚荣的面具。 作品里,她是一个普通的父亲,为了满足不懂事的女儿想撼毙的虚荣心,她不惜在女儿的生日宴会上放下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自尊,只为博得女儿一笑。 而女儿在看到父亲精心准备的礼物之后,终于体会到父亲其实有多么爱她,这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爱。 而当晚唯一的一对女选手,来自开心麻花的麻花双胶逢前穿,请并没有跌当起伏。 相反,语言平时,只既简单得告诉我们,面对操弹的生活,也要保持微笑,即使是一个人,也演出了一支队伍的气势。 这大概就是一个喜剧工作者独有的勇气和个人魅力吧,要说当晚获得最多掌声呢,莫过于这位被喜剧上门人过的刚戏称长得也很着急。 但是举手投足间都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80后喜剧演员贾兵,他和他团队带来的欲望PK善良的故事。 在大冬天暖化人心,贾老板和他的秘书来找人讨债,两人无意中在借债人的房间,发现等值的欠款,准备拿上走人之时,遇上钱来讨新农民工。 贾老板思索一番之后,决定把自己的钱留给农民工,为的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家过个好年。 其实,农民工讨薪问题,在喜剧小评里不算新鲜皮财,但是贾兵这次却用了不同的视觉看问题,作品里他也是一个大老板,然而人前风光的他,其实背后也是个重卑微。 像农民工一样需要讨要欠款,每一个人都活得不容易,而农民工们虽然被拖欠了工资,但是面对金钱他们依然保持理智。 一开始听到贾老板并不是欠他们的钱的人,农民工代表们坚决不肯收贾老板给的二十万,直到贾老板用善意的谎言骗过他们,他们才收下,两方都用自己的善良战胜的欲望。 贾兵又贾老板这个人物,传递了他心中善良的社会意义,而且贾兵也在作品里,贡献出了叫车书般的表演。 比如一出场的这一连串卖萌行为,让观众感受到了和他略成熟形象的巨大反差萌,这些都是贾兵和这个角色特意设计的肢体语言。 不论是小碎步,叫修炼,以及多次出现的触电舞,都在表达着贾老板这个人内心的纯真可爱和善良,一个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,无不流露出贾老板内心的纯真可爱和善良。 甚至是一些时不时的总包模样,更是给着个内心纠结的人增添了几分鲜活感,而把钱递给农民工的这个片段,贾兵的表演又是坚定且霸气的。 跟刚才萌书的形象截然不同,为贾书这句台词打空了,其实说起贾兵这个人,很多人第一会惊讶于他的年龄, 他竟然是个80后,前面出场的孙涛比他整整大了12岁,同样属于长得着急的郭德勒都说他终于找到了组织,不过看完他的履历之后相信大家会更惊讶,年纪不大的他,曾任浙江上许一家协会副主席,浙江许一杂技总团有限公司董事和浙江许一传团团长。 不过,为了更好地进行喜剧创作和表演,他现在已经辞去了这些职务,专心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在奋斗,虽然身为资深前辈,他在舞台上却依然现实的像一个新人。 这份态度不禁令人动容,作为也是从底层奋斗过来的喜剧演员,把生活里最精妙,最深刻的感悟荣入座。 挺是贾宾一直追求的,笑,随便做几个也能笑,但是那个笑和刻骨铭心的笑是不一样的。 我喜欢让大家开怀大笑,到最后流着眼泪还在笑,我还是想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人。 还记得小剑在卡天提到的那句台词魔,看来贾宾是已经顿悟了这般喜剧的真谛,可以说,以上的每个作品里,都有那么一丝托重观众内心柔软之处,总有那么一些观众为此流下了眼泪。 这笑中带泪的泪我们看到了,那么笑呢?作为一个全国水平最高的喜剧作品的舞台,笑声自然是更是不可少的必要元素。 这次作为大魔王出场宋小宝,就展现了全国top级别人其喜剧演员的功力,以及欢乐喜剧人及祥母的魅力。 首先先跟着小店来尝试复习一下。 宋小宝之前在节目《甄嬛后专》里创作的经典的语录军战,黑爪招机智桥舍父马也美人与宋小宝,这一次的回归。 他更是来,两个寓意诱惑,又给观众解锁一个新造型。 这一次他带给了观众一个想象里极为丰富的故事,一个怀着超级英雄梦想的,带有策忙的男人,在自己准备迎娶新娘的屋子里,发生的一系列脑洞打开的事情。 宋小宝也不愧为中国喜剧明星里的人起吧,超级沈母的这个笑点,短短几个小时就走红了网络。 还有孙剑红琴身示范的,如何摆显腿长的pose冯琴穿,宝在排列星际旅行这个节目,意外摔伤了腰,需要休息一百天。 可是他还是坚持演出,带着伤演咖啡,特别让人心疼,也让人敬佩。 在舞台上伴手卖蒙自黑是要莫大的勇气,但是观众们的笑声,是对喜剧人最大的回报,或许,这就是喜剧存在的意义吧。 虽然生活很苦,但是我们有苦中作乐的方式,虽然有时候我们很想哭,但是看看喜剧,让我们知道,一切的困难,我可以用笑容来面对。 欢乐喜剧人,到现在已经走到第四季了,在这个舞台上,诞生过太多经典的故事,我们或笑或哭,或因此改革人生,喜剧带给我们的意义,已经远远超过欢乐的含义。 第四季节目里,还会有贾玲、月云鹏这样的喜剧大魔王,以及五星玉号、张鱼雷洋九郎、夜逢春、成也鸦蛋等等喜剧新人王将来踢寡,每周日晚8点30分,守候东方卫视以及优酷。 第四季欢乐喜剧人,看喜剧带你逛便,人生百叹。